大家好 我是汪露 今年是超人帝拿25周年 所以今年我会做多些关于超人帝拿的影片 但基于去年关于迪迦相关的影片 我觉得做得非常散烈 所以今次这段影片先跟大家讲讲 超人帝拿这套东西的基本资讯 所谓的基本资讯我会分开三个部分来说 分别是超人帝拿的基本资料 SuperGuts的基本资料 和主线敌人苏菲亚的基本资料 另外我就会再跟大家去总结一下 我对整套超人帝拿这一套戏的一些感觉 希望藉着这条影片 让大家对整套超人帝拿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或者叫做call大家关于超人帝拿的记忆出来 讲下去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都欢迎留言讨论 还有这条影片所用的译名 都是用回我自己惯常用的译名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 超人帝拿是在1997年9月6日至1998年8月29日 在日本TBS电视台播放 当时宣传口号是 究竟的爆发力和切热的战斗霸 故事赶上超人迪加达结局的7年后 2017年人类跨过重大思念之后 现在正是拓展到多个未知的世界 地球人还着单纯的憧憬和探球的心 向着太空进发 人类叫D恶做新领略时代 但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威胁都跟着出来 超人帝拿 变身者 飞鸟震 身高55米 体重45,000吨 出身地 不明 活动时间约3分钟 拥有闪光 奇迹 强壮 三种形态 和超人迪加不同的是 帝拿不是自由转换形态 只可以由闪光形态 转为其他形态 闪光形态为超人帝拿的基本形态 力量与速度平衡 拥有不同的光线技能 必杀技为 Solutietto Corset 这个形态 还有一个令人很印象深刻的作指方法 好像第5集用来打 Servidoro使用棒球投球方法的 Volutorahoku 还有在打哥鲁莎尔的时候 用了剑道的技术等等 以蓝鸣为主的奇迹形态 初登场在第2集 总共登场18集 是速度和超能力的结合 正于远距离战斗 流运用各式各样的超能力 必杀技为 Leboli Wimuhrebu 最后的力量形态为红银为主 初登场在第4集 总共登场17集 力量和爆发力为主的形态 这个形态以运用强大的力量压制对手 战略多数以速战速决为主 必杀技为 Garulia Yitoboba Super Guts 传名是Super Global Unlimited Task Squad 它是TPC在新领域时代成立的一个代替Guts的特别小队 国式技师 受此考评 队员 擅长射击 也是古代文明的专家 中倒佬队员 发明不同武器的科学家 同时在研究生物都有出色的表现 六川武队员 负责操控电脑和通讯机等工作 非鸟针队员 Super Guts 新加入队员 也是超人蒂娜的变身者 Super Guts 有各式各样的战斗设备 最常用的是Guts Ego 由Alpha Data Gamma 三机合体而成 超人蒂娜的主线敌人 是宇宙球体Sophia 是突然飞到火星的球形生命体 目的是阻碍人类前往宇宙探索 本身是某种高智能的宇宙生物 因为怕有限的生命 将生命体本身的有机体 无机体等同星球本身融为一体而存在 可以从一个细胞体分化为多个细胞体进行攻击 也可以合体为一个细胞体 它的飞行速度是相当之快 最可怕的能力是 它可以跟其他生物或者物质融合之后 强化令它变成怪兽 这种怪兽被称为Sophia合成兽 有发射光速和强力亚空间的防护罩能力 超人蒂娜有多方面致敬超人吉田的元素 例如必杀技Solugetor Corset的动作 再致敬超人吉田的Spectsumu Corset 也有类似超人吉田八角菲伦的Daila Silasio 超人蒂娜的战斗姿势也是致敬超人吉田的战斗动作 剧情方面 第36集《灭亡的微笑》后篇 也是致敬超人吉田 第28集《怪兽王子》后篇 超人蒂娜整套片是TDG里面最特别的就是年龄阶层的下角 上一部超人迪迦的故事内容 多数都是讽刺一些社会的问题 好像《红蓝之战》 《汉剑奥比哥》等等 而下一部的超人佳娜 就多数说一些哲学 人性的探讨 就好像东博之这个人物那样 而超人低男 多数都是关于自身成长的问题 剧集对介乎在高小初中的观众来说 有极大的成长帮助 好像当中有对憎恨 恐惧 毅力 离别的看法 会令青少年在成长阶段有重要的啓发 为了配合年龄阶层 剧组专专与放了很多不同的有趣搞笑情节 令青少年观众更加容易入口 当中究竟有什么帮助到年轻人 或者用什么方法的情绪 就记得留意我们的频道了 今次这段影片到这里差不多了 希望你可以赞好留言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下次我们做些什么 你就会立即知道了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在影片见 拜拜